他狀況還蠻好的 九二九畢業分九畢合 是一個可以想像的結果 螺絲棒遭直直切割頻道下架 曾國城鋪鬧煩內幕 你最近有關心大牛哥嗎 你最近有關心大牛哥嗎 關心他上個禮拜 已經打過電話了啦 我就關心 當然有當然有 OK的 我反正是傀儡啊 大牛螺絲棒經營四年的YT頻道 不務正業 累計超過七十萬訂閱人數 日前拋出震撼彈 下架所有影片 疑似於直直鬧犯 直直罰聲明 不尊重藝術創作者 真的不能認也強調 頻道是我的啦 羅斯峰卓在社群回應 直直如今已獨當一面 會繼續使用這些平台 去做他想做的事 未來大家各自努力且安好 未來自己只會出現在 外生經營的新頻道 大牛比較藍 和大牛哥私交很好的陳哥 今錄影時也說囉 大家狀況還蠻好 九九畢業分九畢業分九畢業 對啊 會意外嗎 就是看他跟直 小意外 小意外 因為看起來做得還不錯 其實八畢業還不錯 他會建議給他什麼建議 放寬心喔 因為這種事情 如果說是一個 可以想像的結果 如果非得走到這一步 知道怎麼樣多具主義的話 主要主義還不錯吧 自己的親戚怎麼樣對不對 大家好來好散 我來好看 好看 我來好看 我來好看 沒有 我來好看 我來好看